贝贝 嗯 去街上 怎么了 去街上 好的 走吧 哎呀 小贝贝给大家打招呼了 大家好我是永哥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刚刚给他们洗完衣服 然后再给他们整理那个热亭的衣服 一整理发现好多衣服他们都穿不了了 尤其是贝贝个子长高了很多 比起去年 然后现在这天也到了 嗯 那天阿姿也只给他们买了两三套衣服 小孩子大家也都知道 一玩起来那一天可能要换两三套 然后加上家里的肯定是不够的 我现在准备带他们下去 再给他们每人买个一到两套衣服 把牙齿拔下来呀 你把牙齿拔下来干嘛 所以说我也有 应该有半年多了吧 没有陪他们两个去买个衣服了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眼光怎么样 其实这次带他们两个去买衣服 也是拖了一个纽约小姐姐的服 还有那个小姐姐的妈妈 我说白了啊 我只是一个蛋买的 爸爸 那个纽约的小姐姐和奶奶是谁呀 我和妹妹能见到她吗 你跟妹妹能见到他们的 等明年你们两个就能见到他们了 好不好 好 你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吗 对啊 你跟妹妹一定能见到他们的 你要谢谢那个小姐姐跟那个奶奶哦 嗯 谢谢 要不要谢谢这位奶奶 好了我们走 因为现在可能开始抓摩托车了 然后我带他们走到下面去坐搬车 快点快点快点 农村里面的枇杷也熟了 看金黄金黄的 就是没多大一颗 很小一颗 没有往上那些卖的那么大颗 我们现在到这个底下了 在这里等车 中包车反正都是要从我身后这辆马路这里过 先等个时间20分钟吧 如果等一下中包车不来 就搭个摩托一下就算了 像这种跑速度的他们是有牌照的 你等我查马脚还是牛脚 我数码在你身上等我查叫马脚吗 这等了1010分钟了 中包车还没影子 这摩托师傅讲中包车什么时候下来看心情 我这边的确是因为 现在自己个个都有摩托车 然后中包车没那么多客 也的确是要看他们的心情 算了坐摩托车下去了 我们现在到了 还是到那个美女老板娘的店里去 她那里的衣服好看点 过来了 轩 你想这个美女老板娘吗 没有 她店里的东西随便拿 好啊 你说好啊 爸爸拿银银银 你就是下来坐车的是吧 你不是下来买衣服的 每次下来到这里绝对是这个车 首选就是这个车 这两兄妹每人一样 贝贝坐那个玩具车 学习就在玩人家的玩具 轩 以后就每天跟妹妹到这个美女老板娘这里来玩算了 这房子还蛮打得刚刚的 以后又是一位女司机啊 哇这衣服蛮漂亮的 轩 来给你们学套装好不好 这一套还不错哦 彩色裤子 这一套等下给萱萱 这应该是男孩子的 这一套估计也是男孩子的 长衬衣配七分裤 哇 贝贝这一套可以 这套给贝贝休闲衣服 再配牛仔裤 这件衣服应该也还可以 你们两个又在干嘛 又拿齐菌蛋了 我打不开了 先不打开 来 试衣服 我把你打开 现在这个美女老板娘给他们两个试衣服 两个老板娘给他们试衣服 就我刚刚选的那几套 大家等一下看他们穿上身的效果 哇好漂亮啊 来朋友们看 给他们两个选的这两套衣服怎么样 只是这皮肤稍微黑了一点 随我 给他们试另外一套吧 给萱萱试另外一套 然后贝贝就试她这衣服就可以了 因为贝贝没有选到第二条好看的裤子 阿姿也给她买了三条裤子 所以就再给她买件衣服算了 来来来来 小美女阿姨给你试着衣服 辛苦这两个美女阿姨了 这里先放下来 大家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去选择这家店了 因为这家店的老板娘特别热心 都不用我去给小孩子脱衣服试穿 你多大了呀小美女 六十 六十 贝贝来 给大家看一下 漂不漂亮 哇小幻子 这套还不错 小帅哥 小潮男 其实我感觉贝贝这一套真的是可以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 阿姨给拿 阿姨给拿 每次来这个美女老板娘都要送她们几个硬币做车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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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伙 大家看这两个家伙穿上新衣服就出来坐车了 对对 像不像亲兄妹 像不像金童玉女 朋友们给个中肯的评价 我选择这两套衣服怎么样 我眼光不差吧 老板娘 就我女儿就两件衣服一条裤子 我宰就那两套给她们算一下多少钱 老板娘很忙 因为人太热心了 老板娘说直接给欣欣穿的那一套 也给贝贝穿的那一套 因为今早下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凉快 然后我妈给她们穿的稍微厚了一点 我买衣服都比较干脆的 看着哪一套直接试穿 可以就直接买单 来笑一下比个叶 落风的牙齿 叶人家就是阿娘的驴仔裤子叠叠叠器 好 你不敢不敢买个吗 哪个人摸个铃 全款不按贴呀 哈哈哈 现在再拿一下憋缺 之前存了三盒在这里 嗯 上次买的 大家看我家贝贝这一套 随地在雕个勺子 什么呀 好窄呀 就可以雕个烟一样 拜拜 走了走了 买了这两大袋 亲这妹妹啊 我现在要去帮我妈拿个治疗高小鸭的药了 因为我妈那个药快吃完了 我前两天在药店里面又帮她订了几盒 看着妹妹呀 看着妹妹呀 妹妹还没来 老板娘来拿药 拿那个高小鸭药 我现在到药店了 那个老板娘去给我拿药去了 上次是在那边新马路那边那个店拿的 然后今天那个老板娘有事 她就放到这个老店这边来了 5盒是吧 5盒47盒 200多 235 好 看这两个小家伙 每人一把椅子 走了 那个纽约的小姐姐给你们买衣服 爸爸带你们两个吃薯条好不好 好吧 一份薯条 好的 然后打包一份鸡块 他们要吃冰淇淋 现在又每人买了个冰淇淋 现在鸡米花薯条拿到了 走 走 走 贝贝 走 回去吃薯条 又要坐摩托车回去了 班车刚刚已经走了 走了 回去穿着新衣服给奶奶看一下 漂不漂亮 贝贝 走 走 看这两个家伙 一回来就摆到这里吃这个鸡米花跟薯条了 这没有两个鸡米花 送了一盒 因为今天星期三买一送一 我们现在安全到家了 两个小家伙也都吃了也什么都不管了 那个吊牌还没拆等下又给他拆了 等到今天晚上洗澡的时候给他换了 要洗一下才能穿 今天下午就先这样让他穿着吧 其实他们两个是幸福的 因为有这么多朋友们在支持和喜欢他们 感谢大家 再一次对大家说一声感谢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